决斗圣场隔音结界内 谭云三十丈的身躯 颤巍巍驻足在蓝龙身前 你是不是从一个龙弹内脱壳而出的 你怎么会知道 我不仅知道 我还知道你的弹壳 是乌黑的对吗 是 你记住 在浩瀚的宇宙中 在无数的卫面里 有数百种龙族 其中有两种最为强大的龙族 分别是九爪金龙一族 和九爪魔龙一族 而你 不是什么蓝龙 也非其他龙族 而是九爪魔龙之族 既然你说我是九爪魔龙一族 可为什么我是四爪 听我慢慢和你说 由于九爪魔龙一族血液正统且强大 这也导致他们的龙弹 孵化出幼龙的时间 在数百种龙族中耗食最长 一枚龙弹若孵出幼龙 在母龙孵化下 快也得上百万年 若自行孵化 至少得一千万年之久 九爪魔龙一族 那是真正的神族 幼龙一出生就是七阶出生期 他们在十阶杜劫期之前 都是通体 变波蓝色鳞片 当杜劫成功 他们便会由四爪 变成六爪 且龙灵会变作黑色 那时体内魔力将会变得愈发强大 若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脱壳而出的时候 并会发现我的父母 是不是意味着 我在弹壳内 独自过了上千万年 没错 一想到死在 陨神峡谷中的魔龙一族 谭云便心如刀绞 那我父母是谁 他们在哪儿 你告诉我好吗 我好想知道我父母 他们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虽然接下来的话 对你来说很残酷 但我还是要让你知道整个过程 在上古时期 诸神下界降临天罚大陆 要灭杀人类 当时 你的父母和你们魔龙一族 还有九爪金龙一族 被天罚大陆上的人类 成为正义的守护神 与那些邪恶的神 展开了私伤 最终 同归于尽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你骗我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既然我父母是数百种龙族中 最强大的龙族 那他们就不可能死 你告诉我你是骗我的 谭云听的鼻尖有些发酸 你的母亲 在捍卫天罚大陆的过程里 在陨神峡谷中产下了你 随着岁月流逝 直到后来 我皇甫圣宗某位高层 把龙旦带回了宗门 若我没猜错的话 定是此人不识的龙旦 所以才让人 或者是他自己将你放在决斗场里 好了 我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 你不要太难过了 你骗我 你以为你胡编乱葬 我就会相信你了吗 我不信 我不信 谭云话音未落 便被蓝龙死心裂肺地打断 唉 你放弃抵抗 我把你收入我灵兽带里 你进去之后 我向你证实 你就是九爪魔龙一族 你不要害怕 如果我要杀你 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没有必要把你骗入灵兽带不是吗 蓝龙听吧 这才应了一声 旋即便被谭云射入了灵兽带里 灵兽带内 使天魔元 顿时将体内乌黑的滚滚魔力释放出来 蓝龙顿时震惊了 他感受到面前这紫黑巨猿释放的气息 与自己体内的魔器一模一样 要非说差别 那便是他的魔力气息 还不如眼前使天魔元强大 感受着使天魔元的魔力 他不由有些失神 你是一只猿 你体内怎么会有我们龙的魔力 使天魔元聚同里 不断滚落下一颗颗泪水 神级便将在陨神峡谷 神主天宫内 向魔龙神主拜师的记忆 以魔力凝聚了出来 随后 世天魔元根据得到师父魔龙神主的记忆 将陨神峡谷里 魔龙一族与金龙一族联手 与诸神厮杀的一幕幕凝聚了出来 画面里 浩瀚的陨神峡谷上空 一条条长达万里 统体有黑的九爪魔龙 为了守护天伐大陆 而付出了性命 画面里 那一条条九爪魔龙 在山巒上空 威风凛凛 誓死如归地死杀着 看着记忆影像 蓝龙不由死心裂肺 约红 你知道那个是我父母吗 对不起 不知道 爹 娘 女儿就在这里 女儿想你们 女儿好想你们 女儿好难过 别哭了 九爪魔龙一族的骸骨 如今都埋在陨神峡谷的神主天宫里 日后 我会带你去的 那时候 我有办法找到谁是你的父母 谭云的声音 在她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谢谢你人类 真的谢谢你 这时 士天魔猿蹲了下来 抬手抚摸蓝龙的脑袋 龙妹妹 忘记告诉你了 你的父母 和你们九爪魔龙一族 是主人最忠诚的属下 而主人就是谭云 从今以后 谭云便是我们的主人 你明白吗 蓝龙在痛苦中点了点头 他知道士天魔猿并没有骗他 因为方才 透过士天魔猿的记忆影像 他看到了自己九爪魔龙的族长 十二爪魔龙神主 在神主天宫内 匍匐弹云脚下 俯首成尘 属下 拜见主人 方才属下多有冒犯 还请主人赎罪 好了 不知者无罪 你记住 我的身份不能告诉任何人 还有 你父母的仇恨 我会去报 而你今后 便要快速强大起来 终有一日 我会带你报仇的